我想顧慮民眾的安全 所以我們也在及時宣布停止上班上課 據中央氣象局昨天的預報資料 京東縣我們今天凌晨就會脫離暴風圈 不會到達平班停課的標準 但是我想大家在清晨的時候就可以感受到風還是很強 那本縣雖然說我們沒有達到風力沒有達到停止上班上課的標準 但是考慮到民眾的上班通勤安全 尤其在屏東縣我們大部分的鄉親都是騎摩托車騎腳踏車 所以相對的這個上班上的一個安全就會比較大的風險 那那個台南高雄也都宣布停止上班上課 那台南高雄屏東是生活圈 我想顧慮民眾的安全 所以我們也在及時就宣布這個停止上班上課 我們在電視上的地方 我可以按住的,因為我是不適合的 也有策案 請看文旅行 最先是視察期間 稍微的時間 請看文旅行 感谢观看